好辣 好辣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好辣 介紹優秀的七位好辣醫師團 台灣健保方便又便宜 連外國人都羨慕 今晚的好辣醫師團 要與大家分享 他們遇到外國人看診的爆笑事件 而今天三位來台打拚的外籍藝人 他們在台灣看醫生 又發生了哪些趣事呢 外國人看台灣呢 它是個天堂 尤其在醫療這個方面 包括你看前一陣子 議論紛紛的黃安 都要回台灣看健保了對不對 可見台灣健保全世界是文明 可是外國人在台灣住下來之後 或是在那邊工作 到底他們怎麼看待我們的 老保健保跟醫療體系 今天要我們做討論 馬丁你是美國人 不是 我是瑞典人 瑞典 瑞典的醫療體系怎麼樣 我覺得其實還滿不錯的 滿不錯 對啊 要不要排隊排很久 其實還好 因為我們外國人比較少去看醫生 對 生病不會看 就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 對 瑞典就來台灣很多年了 都忘了國外的醫療了吧 有一點 可是沒有... 我這次回去 我還是喜歡看我們那邊 可是小時候你們怎麼看病 我們是很好 因為我們是都免費 也都免費 都免費 對 現在但是應該是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是免費的 第二個是浮現的 如果你比較對免費的 沒有信心 你就可以換這個 那浮過錢怎麼看得好呢 這邊 這邊 對 日本的醫療體系是很好 日本也是一樣 就是日本很少去醫院看病 對 那如果要看病 要自己負責 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是 那你覺得台灣的醫療呢 台灣很好啊 很好 真的 由於文化的不同 外國人來看醫師 到底有鬧出哪些笑話 我們來看一下 外國人看醫師文化不同 看診習慣 差異大 有看過外國人的情局 其實我覺得這不是所有人 但是我 這可是我心中的一個疑惑 因為我看過大概兩三個外國人 跟我遇到同樣的 要跟我要求同樣的問題 就是他們外國有些人習慣 每一個 對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這樣子的習慣 有嗎 馬丁 對 對 這是我的問題 可能在西方是比較 不習慣用套食 所以 如果要這麼直接的話 所以風險比較大嘛 對 就可能比較有需要去看 所以你們說 看的病屬於那方面的病 會多一點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 可是我覺得外國人這個 我突然好熱喔 真的 而且他們都喜歡到夜店去泡 對不對 對 可是他們其實他們 他們應該怎麼講 就是他們好像有一部分的男生 年輕的男生 會有這樣的習慣 可是他們一開始 他們可能都是用一些自費的方式 去做這一方面的檢查 所以有一次我有一個 可能剛拿到健保卡不久 因為我們住在這裡 好像六個月你有工作 你就有辦法拿到健保卡 他拿到健保卡不久 他就突然想到 說不定我可以拿這個 來做這一方面的檢查 他就到我的門診 然後門診的時候 他就也是想要問這方面 可是又不知道該怎麼引導我 去開這些性病的檢查 他就先說 最近其實很疲倦 然後我疲倦到 我覺得我整個人都很怪 然後我就說好 那我就驗一下肝指數 因為疲倦有時候跟肝指數有關 他就說 不用 不用驗肝指數 然後我就怎麼樣都聽不懂 跟他暗示 直到後來他這種受病 他可能覺得我真的太呆了 一直聽不懂他到底在講什麼 他就跟我說 你們台灣有沒有什麼 可以驗性病的檢查 他說因為他女朋友 跟他有些吵架 然後他覺得女朋友 有傳染這樣子的一個疾病給他 所以他想要拿這個檢查 去做一個證明說 他沒有什麼問題 那一次是第一次 然後第二次有一個比較誠實 他是來就直接說 他要自費做這些檢查 所以每一個人不太一樣 那是因為我遇到 有大概兩三個人 來要求這方面的問題 比較特別 是驗AIDS嗎 驗什麼 AIDS啦 性病啦 泡疹啦 這些東西 那你們既然會害怕 為什麼不做預防措施呢 這樣變這樣 怎麼... 我只是為他年紀太輕 好的問題 我回家考慮一下 好 我們不講病的問題 萬一懷孕了怎麼辦 如果以懷孕那種方面來說 在西方 尤其是瑞典 他們通常女生 就已經在做避孕了 在國外女生會自己做避孕 這個是百分... 應該是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做 這個應該就是一個... 已經是一個一般的事情 好 大家都已經想要... 南瓜女愛的事我們也管不著 但是希望就是說要保護好自己 尤其是女生 那男生他已經保護好了 你看每次做完他會去驗血 他們自己都害怕你們不害怕 我覺得還有一個 這個是在看診的 那有一個他們來 會覺得不太習慣的地方 就是說 像我以前在長庚醫院也好 或是說 後來去診所也好 他們會覺得說 來這裡來到醫院 是不是走錯地方了 好像來到百貨公司一樣 為什麼好像來到百貨公司 因為你一進去就發現 好多的人 所有的走道都有人 然後每個單位都有人 我在國外的醫院看診的時候 好像一個門診 可能就是最多六個八個 可是我們的一個門診 像在皮膚科一個門診 都有差不多一兩百個人 初次來醫院的時候 不太習慣的時候 會嚇一跳會覺得說 是不是跑到這個百貨公司來 菜市場面 很多小間就是感覺去了菜市場 如果去大間 就覺得去百貨公司 然後還要找那個部門 找不到這樣子 台灣真的是這樣嗎 有在裡面吃Banda 對 裡面吃 還有地下街 還有美食街 所以 那房間診所你看更多了 房間很多那種 對 所以房間就更多 有一次有一個朋友就跟我抱怨 他說他去看了一個很有名的醫生 那排隊就算了 結果進去的時候 就好幾個人一起進去 然後他就嚇一跳 為什麼叫我在那些人面前 一起把我的衣服上一脫下來 比如說在那個 十大路 對 十大路有一個很有名的 對 第一次到半夜晚上 你還是可以去看 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 不可思議的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 他們會比較不適應的地方 你自己一次看幾個 一次看一個 保證一次看一個 對 他是皮膚科醫師 他只看一個 一個 沒有 我一個看很快 對 人家皮膚科是這樣子 你眼睛有把握的時候 馬上很快就下診斷了 對 那 那看越久的 他又沒有把握 那你就要小心 你有沒有看到 像馬丁董帥哥會看久一點 我對帥哥免疫 我喜歡看瓜哥看久一點 真的 你給他看看 就是 就是我第一次的時候 就是 給醫生看 然後醫生說 很感冒 然後就多休息這樣子 然後就不該喝 吃冰 不該喝那個冰水這樣 我說奇怪 玩具版就是 火龍痛的時候 就盡量喝冰水 然後就 這點很奇怪 日本人 你去吃飯 永遠是冰水 對… 除非你是點烏魚 不然他們不會有熱的 這個是 然後後來醫生 我就奇怪 日本人都是不喝 就是喝冰水 才比較舒服 那他醫生說 那有溫水或是日水 或是茶這樣子 後來奇怪 然後就問醫生說 這是有正確的事情 好像醫生就很驕傲地說 這是中國五千年的歷史 文化不同的都差很多 這樣 在外國的話 通常習慣一個醫生 跟一個病人的互動時間很久 可能一兩個小時是很正常的 那台灣的話 大概三五分鐘就覺得 外面已經 門快擋不住 要快衝進來了 這樣常就是 有可能外國的那個病人 然後進來 他開始可能問你是 對我們來是很小的問 你看可能就是說 我最近有點腰有點痠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但是他就開始會跟你講 我大概一個禮拜會痠幾次 然後這痠的感覺 他帶有一點點麻 然後這麻會到尾巴 尾椎的地方 而且有時候我腳會一點點抽 然後那會一點點粉紅色 然後在跟我女朋友 在做愛的時候會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開始講 很多很多很多 然後打不斷不能斷 然後你全部問題回答完 通常要一兩個小時之後 然後而且他可能就是 他會習慣說要 醫生要很仔細地看他 如果你媽看得太快一點 他會覺得說你太草率 然後我一次就遇到一個 外國的病人 然後他就說他生殖器官上 有一點東西要我看一下 那一般我們會想說 那可能是長什麼性病 或什麼去幫他看一下 結果一看就發現 第一個 一看到第一個很害羞 因為就是 生殖器官剃得 就是非常的乾淨 非常光亮 而且他指的那個點是 那個他可能 生殖器官上面的某一個 翻過來的某個地方 一個小小的點點 像那種 像小痘痘一樣 這樣的東西而已 然後他就非常在乎說 醫生你一定要幫我 把這個處理好 因為這個小小的一點 對我來講真的是非常大的 對 因為我們認為說 我第一眼看就說 沒關係 OK 這不是菜花 不是什麼 你不用擔心 他說不行 我這一定要處理掉 我說為什麼你要 一定要處理掉 你知道嗎 我每天都 花一個小時在剃那些毛 我把它剃得這麼光亮 我不能被這一兩個小點 破壞了 毀了我這樣子 而且你知道嗎 我因為這樣子 然後我一個女朋友 就把我就是分手掉這樣子 他就是覺得他要保持 他那個地方的完美 然後也讓我們大開眼界 我們在復健科裡面 很多外籍的看護 所以通常很多 印尼 越南 菲律賓 還有像是泰國 每天都會接觸到 很多不同的看護 那有一天 就是他們有一群人 就在那裡推擠 然後就推出一個人 來跟我講說 坎登グル 我說什麼是坎登グル 他說帥哥老師 我說好 謝謝 那是什麼問題 你為了要上這個節目 還去研究帥哥這樣子 沒有 你真的用功錯的地方 有做功課 好 然後他們就說 為什麼台灣人那麼多中風 我們印尼都沒有人中風 我說怎麼會呢 他說我們印尼沒有復健科 我說為什麼可能會沒有復健科 他說台灣人好多中風要幫忙 我們那邊都沒有 我說會不會是你們都沒有發現 他已經有中風的前兆 然後就放在家裡 後來回想 他們家裡很多的長輩 都是這樣子 然後就放著到過世 然後譬如說 有一點半身麻痹 然後就是可能感冒吧 休息一下就好 結果放著放著就 然後就把他拿起來 我們要收醫院 不是沒有復健科 我們節目很多印尼人在看 你不要胡說八道 你今天好像在種番薯 真的 他們沒有 可是他們自己會先去 尋求一些偏方 民俗療法 對 像我們就遇到就是 他那個生殖器官 他想要讓他變得比較雄偉 他不會來找醫生 他就先問偏方 然後結果後來他跑去 打了什麼東西 打了沙拉油 就是我們一般想說 打矽膠打什麼 不知道說OK 可是他就問隔壁鄰居 隔壁鄰居說 我跟你講打那個沙拉油又便宜 一次可以打一針管 一米到現在 還是在台灣不會這樣 台灣如果真中風的話 現在大家因為 知識都滿普及的 滿多都是很 及早就送醫 除非是那種獨居 然後他在家裡突然倒了 然後沒有人知道 就可能沒有去上班 然後被扣 有人撞門進去 才發現他倒在那邊 是 其實我們醫院有一個 國際醫療的門診 就針對外國人 如果你需要做醫療上面的 一些諮詢 或者是治療的話 直接過來 我們會講你的語言 他們會發現說 台灣的醫療 最不可思議的地方 就是它好便宜 而且便宜到 它的品質 沒有比國外還要來得差 甚至品質還比國外來得好 我之前有一個是 某一個大公司的老闆 他從美國被調過來 可是他那時候很怕 他覺得說 台灣醫療聽說很便宜 他怕那個品質上面有問題 所以他就把他所有的醫療 歷屆以來 所有的資料 全部都影印一份 然後就還沒來台灣之前 就先把這個資料 先傳到我們辦公室 讓我們先看 先了解他的病情之後 然後能不能治療他的問題 他才要從美國 過來這邊上班 他的問題就是一個高血脂 三酸甘油脂偏高 然後在美國 他跟他講說他是家族性的 不用吃藥 吃魚油 而且要某一個品牌 美國的魚油 他才能吃那個 而且那個魚油要自費 可是因為他上網查說 台灣沒有這一排的魚油 所以他就不曉得說 來到台灣怎麼辦 他怎麼治療 然後我們就說 沒關係你來 我們有辦法幫你去做處理 你的問題不大 他的問題是怎麼樣 他是三酸甘油脂過高 是因為他飲食的問題 並不是家族性的 他吃了魚油 導致他肝脏出了問題 並不是他肝脏 是不明的肝病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就把飲食改成 我們中式的飲食 試試看 三個月 三個月後 你什麼都不要吃 什麼都不要用 我只給你一顆 美國進口的 降血脂藥 你們那邊的 一顆就好了 因為你不敢吃台灣的 我就給你一顆美國的 那給你吃這一顆就好 其他都不用 結果三個月後回來 肝功能正常 血脂也正常 什麼都正常 然後他說 他在美國看病很久 肝出了問題 做了好多檢查 都跟他講說 不明原因的肝病 然後他的血脂高 要吃那個品牌 一個月要吃到 一千塊美金的魚油 才有辦法把它控制好 現在來台灣 健保全部都付了 他只要付150塊的掛號費 然後他就可以拿到我們的藥 而且那個又是美國 他們自己可以信任的 然後所有的問題都解決 然後發現 這樣聽起來我們的老保健 也很像打廣告一樣 你看我們多好 其實應該這樣講 因為那個在 因為我在美國待過一年半 其實他美國治療 我看過美國很多醫生 跟那個病人的互動 他們是比較從原理還有 而且他們是 盡量不開藥給你吃 對 所以他告訴你說 你那個膽固醇很高 你就改變飲食習慣就好了 你多吃點像 因為魚油是很自然的東西 很天然的東西 他們認為那是沒有腮肺的東西 你就這樣治療就好了 他們說你沒有嚴重到需要吃藥 可是我們台灣不一樣 因為我們有壓力 像比如說這個病人如果來看我 兩次不好他就走了 對 所以我大概就是 我第一次開一個 可能很普通藥給你吃 你再來找我一次說你沒下 我下次一定就是下重手 就是要讓你好 對 所以我們台灣醫生比較喜歡開藥 是因為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說台灣的醫生的習慣是 病人一定要拿到藥 他沒有拿到藥 他覺得今天沒有看症 他覺得今天沒有結束 他不哏出去 他就會說我怎麼沒有開藥給我 對 他會覺得很驚訝 如果在門口你沒有拿到藥 他會很驚訝 他會一直問你為什麼 給我多少 給一點藥嗎 驚訝還是小事 他乾脆就在跟你說 那你沒給我藥 你給我退括號費 對 就是這樣 他還說那我這樣還要付錢嗎 對 對 我覺得外國人來看病 他們會覺得說真的是很方便 那我記得說 有一個英國的這個 這個婦女朋友 然後她來她告訴我說 她有不正常的初學 那我們在問她的病死的時候 她就告訴我說 她曾經有子宮肌瘤 那是希望說 是不是這樣子的問題造成 那我就跟她講說 這個有肌瘤 我們理論上應該做這個 超音波的檢查 去追蹤肌瘤的位置跟大小 還有說 因為你之前講的情況 我們要了解 那這時候她馬上翻過身來 就把皮包呢 然後就拿出她的那個筆記本 然後就說 這個詹醫師 我幾日幾號 那個可能不行 什麼什麼時間 我比較有空 然後她就講了半天 我就說 你現在就可以上內診台 我們就做內診跟做抄抄 你為什麼要跟我講的 內診跟抄抄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我心裡還沒準備好 對 她說在國外我們都要先預約 對 她不是說你今天講完 我就馬上就幫你看 然後可能就是要再排這個檢查 要再排時間 然後她說通常這個檢查 最少要兩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她已經在那邊算時間 那算好以後她還想說 做完以後可能還要再排一個時間 再回來看這個結果 你還要再跟我解釋 並且 然後我就說不用 我們現在馬上看 看完以後她就說 原來這個事情是可以 有一次我也是陪一個朋友去看 然後看完以後 我就問說報告在哪裡 結果後來小姐跟我說 不是剛剛邊做的時候 就邊講完了嗎 報告就報告完 對 台灣的效率很高 效率很高 而且我媽媽這個眼睛腫 就遮著 整個遮不下 就奇怪 她常常這樣 是火 她就會常常講 火氣大 火氣大 結果到醫院去檢查 不得了 她的腦血管一個 氣球快炸了 血管流 對 眼睛都壓破了 下午馬上就開刀了 因為那個很緊急 緊急 對 很緊急 她在國外可能 排到下週 排到下週算客氣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 她手肩膀開刀 那我就問她說 妳這肩膀開刀 她是在國外做的嗎 她就說 她排X光三個月後才排到X光 我就說你脫臼 她是已經整個 她是跟人家玩那個Soccer 就是那種 那種美式撞來撞去的 所以她整個就是 整個是DISLOCATION 就整個脫臼了 那我就說 妳三個禮拜才排X光 她說沒有 我後來排MRI 她是 就是八個月 她才排MRI 還沒有做檢查 我就說那妳這段時間在幹嘛 她就說她就叫她 掉那個三角巾 她就這樣掉了 掉這個 六個月 六個月還算簡單 還算滿客氣的 我在紐西蘭 可是她沒有開刀 我覺得紐西蘭有一個朋友 她是癌症 她被發現是 做大腸筋的時候發現是癌症 她給她排手術 把癌症要切除 都已經轉移出去了 可能再過幾天就可以撿骨了 像瑪格麗特妳也常常會受傷 如果不是在台灣的話 妳在國外排要排死 對 還有台灣是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是醫院看得很快 第二個是中醫 台灣的中醫很棒 其實我覺得是 剛剛說的 好 台灣一個好處是快 真的是快 效率 可是也是可以說是擠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擠 因為其實我有一個英國朋友 她是來這邊玩 然後因為她也是聽說 台灣的醫療就多好 多便宜 然後到處都是正說 她根本就是不需要排隊 為什麼很快都可以去看 所以她就這樣說 去妇餐科看 她就是 那個醫生就帶她去那個 裡面的一個房間 可是那個就根本沒有什麼門 就是一個拉鍊的 然後外面還有下一位 就是兩個客人 就是在等 兩個病人在等 所以 裡面在講什麼 都聽得到 然後她就是在那邊 醫生就問我 那你哪裡養嗎 你有什麼味道嗎 有什麼顏色嗎 你上一次做的是多久前 然後什麼 就問一些大堆問題 她就覺得非常的尷尬 就很害羞 因為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很私密的一個事情 然後外面的人都聽得到 所以她就這樣說 那就趕快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覺得 她就現在要離開了 那她就在復活 去觀光啊 就因為覺得很尷尬 因為別人都會聽到的 很多都是這樣子 這個大概以前比較會 現在我們很尊重 這個病人的隱私 比較少這樣子的情況發生 現在不會 如果那個 我等一下給你電話 叫你朋友來看 不是 她醫院真的隔音很不好 但是我們現在因為 都會要求就是說 一個一個進來 不太會是說 因為現在醫院憑見 你要求這樣也很遠 沒有 因為我去看感冒就這樣 我進去的時候還做 因為你是瓜哥 不是 我去感冒前面就做一個 太早進去 沒有 她就叫我先進去 我坐在那邊 她以為叫一個人進來 就這樣 那是策略 她是要給前面那個人壓力 壓力 怕你講太久 後面有人在等你 這策略 不是 因為有人會坐在那邊 一直不走 對 小姐講大 她會去投訴你 可是如果是下一個病人 再趕你 你就不敢 你就不敢去講他 可以 馬丁耶 為什麼可以老闆結婚 現在 可以啊 結婚 他有沒有婚 所以你是娶台灣 台灣老婆 對 幸福 外國人看醫師 可是你剛剛結婚了 還一直在講那個 前面去夜店嗎 因為是說 所以我已經講了 我沒有說什麼去夜店 我以前也要去結婚 好 有一個現場 有一個現場 這樣一個結婚就講 看性病該花柳 外國人看醫師 語言不通 鬧笑話 這肯定有的 對 我記得有一次 在病房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住院醫師 小姐就叫我去 我說幹嘛 他說你跟他講 你看你看 他用那個尿杯在喝水 我說 誰用尿杯在喝水 一看就是一個外國朋友 可是那尿杯也是茶杯 其實是沒錯 但是問題是 他在上面都已經 給他貼標籤了 那他就是跟他講不通 他跟他說他 那個護理人員 英文講得不太好 尿杯拿給他 比廁所叫他去廁所 他想說他會知道 因為他發燒 要再驗驗看 有沒有那個尿的問題 結果拿了沒有想到 一會兒一轉眼 那個人跑到那個 茶水間 到底被輸出來了 其實我們的門診 有時候我們會看一些 職業傷害的病人 那尤其有一些 其實我們會特別注意的是 有一些是 比如說東南亞籍的人 他就是跨鄉來台灣賺錢 那有些是看護 可是有些其實我們不知道 是在工廠裡頭 幫工廠工作 那所以有一些 尤其是這一種 尤其他是兩個 都是東南亞籍的人來 我們的第一個職業就是 他可能有工作傷害 他們來的時候 他就是有追尖盘突出 那我們通常 我們會先去追說 第一個就是 有可能是他搬重物 我們想到就是 那麼瘦小的女孩子 搬東西很有可能 這麼年輕就會追尖盘突出 所以我就一直問他說 你的工作的類型是什麼 他就說 這樣子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在想說 所以是不是機器的一種 越南話 然後我就開始試圖 跟他解釋說 是這樣嗎 他就說 對 然後我就說 是這樣子 OK 然後後來我就上網就看 就上網搜尋圖片 跟他確定說是不是這個 然後我就搜尋了一個 機器的圖片 他就說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 就是到底是什麼 直到後來的時候 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他們就說 我才知道 他們為什麼不講中文 因為他們的工廠 全部講台語 所以他學的是台語 卡打掐 卡打掐 然後所以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有一些地方 你在問中文不行 第二個語言先試 不要試英文 先試台語 他可是台語 比中文更好 你以為是西藏卡達 卡達掐就對了 卡達掐 對 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剛來台灣的時候 就莫名其妙 不舒服嗎 還是給就是醫生 然後就是 剛才醫生們都說 醫院很大 然後日版就是 就是診所馬 就去就是 就直接跟醫生過通 可是台灣就是 一定要掛號 就去掛號住的時候 那個小姐說 你什麼病 我不知道什麼病 就是不舒服 莫名其妙不舒服 那我給你家庭科好了 家庭科幾乎都 對 家庭醫師 後來我說 我不要 我今天還是不舒服 我不是要家庭 因為你日版就是 家庭計畫就是 是要不要小孩 是要小孩的時候 在那 那時候還沒結婚 我說我莫名不舒服 為什麼還要什麼 戴刀子是什麼帶 什麼 什麼避孕是什麼 那種教育 他以為家庭計畫 後來就 就溝通了很久以後 那個小姐是 莫名其妙我為什麼生氣 他說後來就 溝通了大概十幾分鐘 後面拍了很多人都說 然後再知道這樣子 在日本沒有加醫科嗎 沒有 日本沒有加醫科 因為我聽文還OK 所以 所以只要遇到母語是英文的外國朋友 都還算滿順利 然後如果有英文不好的同事 也都會找我求救 最怕的是母語不是英文的 其他國家的外國朋友 就會 因為他講的我聽不懂 我講的他也聽不懂 所以就會很難溝通 那因為職能治療 光是中文就已經夠難理解 所以如果我講英文跟他們聽 他們就會更難 更不知道在做什麼 像我 只能治療的英文叫 只能治療的英文叫 然後他們就會聽成 就是 蒸糾 然後就說奇怪 我掛的是復健科 不是中文醫院 不是中醫 怎麼會有 我說不是 我是 然後講了很久都沒有辦法 讓他理解 所以常常在英文上面就會有很多誤會 尤其是像比較 像剛剛欽美有講到 很多是工作傷害的 所以像五十肩跟媽媽手 我們蠻常收到外國人來 那五十肩跟媽媽手 很難跟他們講 是什麼狀況 像有同事就情急 忘記五十肩原本的英文 所以他說 你只有五十肩 我說我只有兩個肩 怎麼會有五十肩 就說不是 然後那個 原名叫做 寒冷肩 他說沒有 台灣沒有下雪 怎麼會有寒冷肩 我的手很好 然後就要跟他解釋很久 他才能 就說好啦 先不要管你是什麼病人 就是教你怎麼運動 他好像媽媽手也是 有那種未婚的看護也是 我們就說你是媽媽手 可是媽媽手的英文 媽媽手 就是一個很難讓人家了解的那個英文 然後就有同事說 就跟他講 媽媽手 我就說好 你也是媽媽手 他說 我結婚 怎麼還沒有結婚 我不是媽媽 然後又要跟他解釋半天 沒有 我有遇到 比較可能母語是英文的外國人 他們比較不喜歡講中文 明明會講 就是我覺得有一點點 因為他可能覺得我們會講英文 然後我有遇到一個比較誇張的是 他來看 我就問他的職業 他說我在當美語的補習班老師 我說幾年了 他說五年 我想應該會講一些中文 我就問他會不會講中文 他說不會 我就好 然後我就轉頭過去偷瞄他 他就在傳中文簡訊 就要騙我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就用中文講 來台灣還是要學一點中文 有時候他們是母語國家 是英文 他們溝通上還是有問題 像我遇過一個那個 印度的一個女生 她來看病 那就想說是英文嘛 那終於不是那個外勞 然後結果後來 他跟我講的症狀 他全部都是用這樣的方式表示 就是那個印度人 他們的YES是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問他說 你是不是肚子痛 他就 然後我就說 那你會不會一直跑廁所 然後是 然後我就想說你到底是是 還是不是 然後他最後就發現說 他忘記他現在在台灣了 他就說 YES 就是又點頭又YES 可是應該講說 你剛剛講中文他聽得懂 他只是不會講 他一點點而已 因為他是來台灣念書 他不是來工作的 姐姐常常遇到就是 那個工廠裡面 他們會找翻譯人幫你去翻譯 因為有些東南亞國家 他就是不會講英文 那很多的翻譯真的會翻得很奇怪 我們有遇到有一次 可能在工廠裡面 他們已經告訴他的症狀是什麼 然後那些可能在裡面的醫師 或者護士 或者是他們裡面的翻譯人 就講說他可能是什麼病 所以他帶你他來的時候 他就會講說他可能已經是 比如說他那次來的時候 他說他是肠胃炎 可是我們再怎麼給他做檢查 他就發現他不大像是肠胃炎 他比較像是膀胱的問題 膀胱炎是泌尿的問題 不是肠胃的問題 那我們講說 那不然是這樣子 要確定的話 我們就驗一個小便 然後我們就說驗一個小便 我們就請他說 你翻譯我們等一下 就去馬上幫他做個小便的檢查 看看是不是小便的問題 結果我們開了單 他下去之後 就聽到檢驗科打電話回來說 陳醫師 你是叫他做小便檢查 還是做大便檢查 然後我說小便檢查 他說可是 因為那邊就是講說 他一直是肠胃炎 肠胃炎 然後我們就覺得他不是的時候 那我們就希望跟他溝通完之後 驗的是小便 結果他還是把它講成是大便 所以他就去把尿盒裡面 裝大便 拿到跟我們做化驗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說翻譯不一定會翻到 我們一樣的東西 其實我相信應該大部分的西方人 包括我 是不知道有胃 這個東西 那有一次我就是肚子痛 我就是肚子痛 所以我就去看醫生 然後去那邊 然後我就跟醫生說 我就是我肚子痛 然後他就開始按一下 然後按按按按按 然後我說 你胃痛 然後我就是 我肚子痛啊 他說不是 你胃不舒服 他就說 為什麼要問我為什麼不舒服 我就是不舒服 還有一個原因嗎 我就不知道 胃不舒服 對 這一次就是為什麼不舒服 然後我就知道 所以我後面 後來再知道就是 本來又 後來就是又分那個胃跟肚子 因為我們根本是沒有分 瑞典沒有上這些 沒有啊 瑞典 全個歐 應該幾乎全個歐洲 因為我認識的歐洲人跟美國人 他們都完全不知道 有胃這種東西 他們就是肚子 全個都是肚子 對啊 我想起來 因為他們不吃內臟 根本對內臟就不太了解 對啊 其實我覺得 因為瑞典應該很有感覺 我覺得台灣的醫生 因為我們以前比較難考 所以其實普遍的人 英文都還不錯 所以如果母語是英文的話 來 我們這邊看 幾乎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對 而且我覺得很多 其實像東南亞 像剛剛各位幾位是講的 我覺得它可能是比較 以前會發生的狀況 因為現在所有的那個 那種東南亞人來 如果他自己要看病 他大部分仲介都會帶過來 那個仲介其實就是在台灣住很久 其實可以跟人溝通的 他也會講他的徒語 那我比較怕看到的是那個 外勞推著阿嬤來 那種外勞又剛來的時候 那種就真的聽不懂 因為我就看那個外勞 就推那個輪椅 把那個阿嬤推進來 我就問那個阿嬤怎麼樣 因為我看到外勞 就一副不會有講這種話 我說阿嬤你哪裡不舒服 結果阿嬤可能是中外 她也不講話 我就問那個外勞說 我只好問外勞 因為沒有看到家屬說 那阿嬤今天為什麼要來看病 他就很緊張 可能他比較尊敬醫生 看我跟他講話就很緊張 我問了兩三句 他終於說就是比阿嬤 我就去想說 我當然知道是他要看病 不是你 我只要問你阿嬤到底怎麼樣 他就後來 他看我那邊一直在鼻吻他的樣子 他就趕快把那阿嬤衣服這樣拉起來 所以拉起來就看到一個傷口 在那邊擦傷 皮掉了 因為我是外科醫師 我說原來是來換藥 我說就幫他換藥 那蓋蓋就說可以了 單子拿給他 他拿了單子 他什麼也不講話 我外老就拿了 就把那個阿嬤推出去外面 他推出去外面 就是外面就要去等 我想說奇怪 他怎麼也不走 就坐在那邊 我就等了 我就過了大概 我就看了五六個 後來那個阿嬤又被那個家屬推進來 因為是家屬到了先去停車 阿嬤先上來看 後來家屬就來了 原來他就說 醫生醫生我們不是來換藥的 我說那你來幹嘛 他說他剛才是要給你看 我說好好險沒有來 要不然的話 我只看到傷口 看這種病怎麼用外老去講對不對 對 是個很嚴重的病 因為那個家屬先去停車 所以外老推上來 那為什麼不叫外老去停車 我不會開車 小小小 我記得是這樣 就是說因為我本身是在看那個不孕症的 那就有一對這個印度的夫妻來 那他一開始來的時候 他一進來 他就是說 I'm precious 然後就開始一直講英文 就告訴你說 這是他的朋友介紹 那聽說你在這方面很有專長 什麼什麼這樣 全部都英文跟你講 我想說糟糕了 現在 那我們就只好開始用英文跟他解釋說 通常不孕症需要做什麼樣的檢查 那有什麼樣的原因 那我們接下來要排什麼時候 那做什麼檢查這樣 那你就聽他那一對夫妻說 嗯哼 嗯哼 OK 嗯哼 我覺得他的反應是很自視 到最後我中文人物就是說 那他跟我講說 然後他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用中文跟文講 我沒有說什麼 那個 那醫師喜歡炫技 不好意思 接下來我們看第三個 外國人看醫師 吃藥不吃藥真的有關係嗎 我就是來台灣就下單 因為日本是很少看病後有拿到藥 如果藥也是很小很小的 那台灣這可能是歐美化的 藥都好大隻 然後我有一隻就感冒 然後就吃這個 好幾種藥 六七種藥 然後裡面有這麼大隻的白色的藥 那上面寫胃藥 那可能要吃這麼多 可能胃也會不行嗎 這樣一定要 燉不下去真的是 第一天真的是三隻 這樣子 然後第二天就是給 我同事看說 你們好厲害喔 這麼大隻的還可以燉下去 所以他就看一看 藥山先生上面寫咬碎用的 咬碎 難怪這麼大隻燉不下去 對啊 因為胃藥是咬碎的 對 還有那個就是日本就是一般就是 大部分都是吃飯前吃飯後這樣子 我有一次拿到 不是吃飯前也吃飯後 上面寫 煩中 煩中 對 煩中藥 對 煩中 煩中 然後就沒辦法 就吃飯的時候吃便當 一邊吃一邊吃藥 我對面的那個同事都就 啪啦就偏偏翻出來 他說你幹嘛吃飯的時候吃藥 我說上面寫煩中 因為他要跟油溶性 油脂性混合在一起 才會吸收對不對 對 都是吸收的關係 有打過針嗎 有... 打過針就是我一直都 永遠都記得 就是 日本就是醫生幫我打的 那台灣是拿一個標 然後上面寫說什麼 打針式 然後就是拿個自己拿藥 然後拿進掃複式 然後一個環境裡面 好幾個七八個人在那邊等 然後就給他藥以後 好 那個你褲子脫掉 我說這麼多 這麼多人還褲子脫掉 沒有 然後我想要有幾個人 就練得出來 來三更安靜來 來三更安靜來 我就這麼多人 然後後來說 護士說那 不戳褲子怎麼打 打針 他說不是打針這樣子打嗎 他說不是 鼻鼓 我說沒辦法 這樣叫鼻咚一樣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想 這個護士小姐滿可愛的 還好他練不出來是我 後來他就看 我看後面的時候 他就看的時候 賴三先生我每次看你的節目 很尷尬 就剛剛有講到說 其實西方人 有一些西方國家 他們不喜歡拿藥 可是我覺得其實西方 他們很流 很崇尚一種自然療法 我之前就遇過有一個 大概是中年的一個西方的女生 住在美國 那她來的時候 她其實 她就跟我說 她就先跟我講她的症狀 她就說她最近就是感覺到 非常的疲倦 然後甚至她 之前有被驗過膽結石 那時候我就第一個指示就是 我們應該要先做些抽血檢查 可是她就阻止我 她就說不用 她只是她就拿出了 她自己手上拿出了一份 五日的排毒 蔬菜單 她就說她把這些菜 攪成果汁 然後要喝進去 只是要跟我確認說 就是這些食物 是可不可以吃的 可是因為我們的習慣 我們就會覺得 不是你不該 你現在該做的是吃藥 或是你該治療 但她就覺得沒有關係 她自己身體需要一些抵抗力 會自然的痊癒 所以她們會比較崇尚的是 不要用藥物的使用方式 那另外還有一種 我覺得外國有一些 有一些國家比較特別 是她們的醫院跟藥局 是分開的 然後我之前有一次有個病人 他是很 就是等於 剛來台灣工作還不久 所以他都搞不太清楚 台灣的狀況 那他那時候是真的 嚴重的感冒 就是感冒到那個 扁條線已經腫得 真的是比較大 那時候我就跟他說 我就開一些藥 正常我們開藥給他 那時候他就跟我說 那醫生你 他是講英文 我說醫生你這些藥 可不可以寫給我 然後我就想說 他可能想要知道他吃什麼藥 他可能自己是英文系國家 想要了解他的藥 我就手寫一張藥單給他 然後結果他就離開了 然後到那一節門診結束的時候 我就聽到樓下的櫃台 打電話給我說 這個病人結案了嗎 所以結案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已經完成了 開藥的手術 我說對啊 這病人都沒有來跟我們 沒有來櫃台批架 他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病人就消失了 我們想說這病人 就是像逃走一樣 他也沒拿藥 什麼都沒有就結束了 然後到隔了一個禮拜後 他又掛回我的門診 我想說這一次來是為什麼 通常就是要逃離 就是趕快走了 就不會再回來了 他才跟我說 就是醫師我失敗了 就是我拿你的這個 處方簽去藥局 他們不給我拿藥 然後我才知道他以為 我想手寫的 因為他們外國是 你要醫生開一個 叫做 prescription 對 你一個處方簽 然後給藥局 他們開藥給你 所以他整個順序 全部都搞不清楚 所以有時候就會 有一些他們就蠻常 我就說因為他感冒真的嚴重 還有一點輕微 就38點多度 是有發燒 他就說我就這樣 等一個禮拜就好了 可是你拿處方簽去 西藥坊也買不到那個藥 對 要看什麼藥 國外是真的要處方簽 才能拿到藥 對 日本呢 日本也是要處方簽 日本現在是有開始分開了 因為日本藥裝很多 因為日本就是看病 你說現在開始要分開 以前沒有 以前這是醫院裡面可以拿藥 那現在是可以在藥局 可以分開開也可以 只要有處方簽 因為可以這樣子的話 藥局可以選擇便宜的藥 就是醫院的效果 但是我可以選擇 這個藥比較便宜 那個比較便宜 那是在日本的 如果在台灣我們敢這樣信任嗎 台灣現在也是這樣子 因為方便的關係 大家旁邊就有藥局 可是我們會擔心 藥的來源 對 現在台灣它是有一個 就是說如果是醫院的話 是在醫院裡面拿藥 那如果是診所的話 事實上它有兩種 一種是你自己診所裡面有藥師 它會配藥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它的處方 你是拿到外面的藥局去配藥 那因為台灣的規定是比較嚴格 就是說你今天醫生開了這個處方 要一模一樣的藥 所以有時候病人會回過頭來跟我說 詹醫師那個診所 那個外面的藥局說 它有同樣成分 可是沒有辦法跟你一模一樣的藥 他們就會有這樣 這樣我們的健保就不承認 他就自費嘛 對 就變成要自費 自己去拿就對了 我在碰到這個外國朋友拿藥的時候 有過一次經驗 就是我記得有三個藥 那三個藥 其中兩個藥 都是一天吃三次 只有一個藥一天吃一次 結果那個病人第二天 客人第二天就來跟我說 醫生 醫生你給我少開藥 我說我怎麼給你少開藥 結果他把那個一天吃一次的那一個 以為跟那個另外兩個 一天吃三次的一樣 所以他把 所以從此以後 我就發現說 你不能像我們的習慣 就是一種藥弄一包 上面寫一天幾次 他可能回去他沒有的問 或是說他看不懂 現在的藥劑很方便 你們醫院很提醒 白天 中午晚上會打 有 甚至還有圖案 對 但是後來就乾脆 直接把它一包一包的 你知道一包一包的 就是說他今天中午要吃什麼 然後晚上要吃什麼 白天要吃什麼 之後是各種包分開 跟我小的時候一樣 對 這樣子他比較不會搞錯 我方格是最離譜 所以我皮膚很明 我皮膚開始過敏 過敏的很長的時間 什麼假東西都沒有用 那我就決定去看皮膚科 看了好多個 然後結果我收集好多不同的藥 因為每一個都給我一次最少吃 大概10到15克 最離譜 他還給我一個是安眠藥 睡覺的藥 因為他就說有可能是你的睡眠不好 所以會造成你的皮膚問題 免疫系統比較不好 後面造成我 適應安眠藥 適應安眠藥 對 因為會追安眠藥 對 我就過來 我覺得醫生其他的我不要 我只有要那個小的 多一點 我是覺得 台灣真的有一些可怕的地方 就是藥 因為真的是很多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一次 因為我很多朋友 他們就是說 因為台灣有中醫 那中醫 就是這個很生氣的一個東西 一個事情 所以他們一定要我去試試看 那我就這樣說 好吧 我也要來試試看 到底是有多神奇 然後剛好在我家的那個鋼口那邊 所以有一家很有名的一個中醫 那我有一天就是經過那邊 然後看到裡面好像沒有什麼人 所以我就想 好 剛好就是今天去 然後進去了 然後那個中醫生他就幫我那個巴脈 然後開始講了 說什麼睡眠壓力 然後什麼 胃食道逆流 然後什麼呼吸不順 然後還要小心那個脂肪肝 拿到什麼 我就想 我聽到最後好可怕 我現在說 有那麼嚴重嗎 然後我想說 因為我還年輕 我體力很好 搞成這樣子 然後我說 那醫生現在要怎麼樣 要開刀嗎 要打針嗎 有什麼收術的嗎 他說不用了不用了 然後開了那些中藥的 然後我說吃這個吃三個月 那最後就會好了 然後我開了 就這樣一大包的 我就嚇到了 不過後來我也沒有吃 因為我覺得是 有一點可怕 他唯一要喝的問題 也不過就是 酒喝多了一點 其他的問題 他也那個 年紀輕 體格 有在運動對不對 沒時間運動 拍戲太辛苦了 脂肪肝就來了 睡眠呢 就拍戲沒時間睡 對 馬上安眠藥就要吃了 那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不是 醫師不是要恐嚇你們 當然要珍惜自己 愛護自己的身體 對 我常常聽朋友講說 這個誰要去哪裡移民 誰要到哪裡做移民監 我覺得是笨蛋嗎 台灣這麼好 有的人到了五六十歲 通通移回台灣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醫療就是好 你將來都會到老的時候 誰照顧你 難道你的小孩都在旁邊嗎 所以一定要搬到 醫院進的地方去做 找好了 我推快一點 你要活得更長命 我來台灣醫療系統 真的讚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兩種不同的東西 可以幫助大家預防口臭 口臭一般可分為 生理性跟病理性 兩種不同的原因 當我們睡覺的時候 因為口水分泌量減少 口內的細菌滋生 這樣就會引起生理性的口臭 那病理性的口臭 多半是因為牙周病 蛀牙或是消化不良引起的 有兩種不同的東西 可以幫助大家預防口臭 第一種就是胡蘿蔔 因為裡面含有豐富的 β胡蘿蔔素 會在體內轉化成維生素A 保護黏膜 也可以抑制產生口臭的活性癢 第二種則是綠茶 綠茶有促進消化的功效 能夠幫助我們 預防消化不良引起的口臭 多用綠茶漱口 也可以消除口中的異味喔